《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又來到《扶貧之夫特備節目》這系列 今次繼續討論職業教育與扶貧 在我身邊就是Roundtable的Jacky 上次大家見過 你好 上次探討得很深入 上次的職業與扶貧 很深入 上次是在做另一件事 我們比較有Roundtable做的特色 找回他們自己來解釋他們的政策 然後我們再找人挑戰 最後我們得出有見論是可以的 我們贊成VTC是一個好的機構 因為它九成就業率 但它不好的地方或者做得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不成功的課程不開的 市場沒有設置的課程不開的 政府甚至要推出政策出來 或者它要發展一個新的方向 它發覺市場沒有需要也不開的 所以那些人就是不成功就不開 就算是九成就業率 但問題就是很多時候社會還有其他的需要 哪一部分負責這個進修 哪一部分負責就業呢 就沒有任何人 所以算市場 它們完全是超市場主導 剛才Jacky說了一個話題 就是沒有人理那些 或者市場不服務那些 就會變成沒有人理 亦都沒有訓練或訓練到它們 我知道有另外一些人 其實可能是非勞動人口裏面 想轉為勞動人口就差一個技能 這些人通常如果在現在 要照顧他們就是僱員災培訓局 是的 今集就想和各位朋友也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怎樣看這個僱員災培訓計劃 或者整個可能是在職培訓 對於可能低收入人士那種在職技能培訓 現在香港的一個現況 Jacky 我都知道了 其實ERB現在做的事情 大家數起來都是很少的 看到很少 但其實是很多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出現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想到ERB做什麼 培訓一些監務助理 是 是 是 培餘 培餘 我記得是 培餘 其實因為ERB也差不多有這樣的情況 但它有一個好一點的 它是一些所謂的非勞動人口 變勞動人口 例如是家庭主婦 例如是新內港移民 他們將它變回更有就業的能力 或者是一個新的黑行業 他們很成功的 他們甚至乎是一些培餘員 以前是找一些太太 家庭主婦做 之後做一些培餘 雖然我不知道原來 我也是聽朋友先說 你生一個兒子不代表你會培餘 還是你要考牌才會培餘 就是要考了牌才會培餘 早知道我要考牌去培餘 然後先坐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做完這件事之後出來是成功的 很多人是有職業 甚至乎我看到市場上很渴求培餘 但是香港不只是非勞動人口變勞動人口 其實香港經常在整個香港環境下 被人陰乾或者陰乾競爭的那群人 就是一些低技術和低收入人士 好像我家樓下的漢奸 可能是你們大家看到外面買茶餐廳的人 他們那些技術是低的 但是不必要低 就是在低收入 對於外國來說 但是香港是因為自私營經濟 他們低技術低收入 簡單來說下一句 就是他們最需要做僱員再培餘 但是他們最沒有資源僱員再培餘 而老闆對於他們的感覺 也不像我們那樣想 就是剛才你也分享了 某一間香港的大航空公司的說法 就是去送員工出去讀書 但是你在茶餐廳 你不會老闆說 文仔 你今天不要送外賣了 你過去讀書 你才不會做這些事 因為讀完書都不會送外賣了 所以他會說 文仔你明天還是不用上班 差不多 所以香港一些低收入人士 通常都是 他們當作一些很流動的人口流動工人 基本上是每半年請一請 每一年請一請 沒有任何這個技術能力 沒有任何希望培訓的技術 也不用給很高的工資 那技術是什麼呢 就是他慢慢陰桿的競爭力 隨著市場的轉變 到最後 他就由勞動人口 陰桿成為非勞動人口 再去ERB 再變成勞動人口 然後再陰桿成非勞動人口 就是循環是這樣去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 怎麼辦呢 我們有一群可能太太做得很好 但是現在在職上面 一些很低收入低技術的人士 是不是那麼多東西沒有變過呢 那麼多年來 簡單來說 你以前營運一間茶餐廳面對的問題 現在營運一間茶餐廳面對的問題 都不同 伙計要求已經不同了 落單 落單又不同了 以前你要怎樣可以去 你以前很傳統地可能落單 寫紙 甚至乎你以前傳統在櫃面的帳戶 那你是看到 又算盤那些不算了 你已經是一張紙 在GT釘上慢慢寫 到現在其實茶餐廳都開始錄了 不知道現在用PDA落單 對 有些貴價就有PDA落單 當然有另一些便宜一點 但都會用電腦落單 那是不是技術沒有轉變呢 有轉變 但是那群人怎樣可以迎接新的轉變呢 就是要是自己學 要是你老闆的兒子 要是你老闆的珍惜 暫時還有機會讓你慢慢有時間去學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些優勢 沒有資源的話 其實你就只不過是慢慢等 陰光的認證力 下年續約的時候就由29元一個小時變回28元一個小時 之後就可以沒有27元一個小時 現在就再落了 這個無限循環其實亦都跟香港的工作環境 亦都跟老闆肯不肯去比有關 當然到最後就是究竟整個政府或社會環境 是否鼓勵這件事做的培訓 我很相信各位做一球的員工朋友 都是問問老闆 喂 肯不肯啊 放一放 早放點我啊 大哥 是不是 讓我去讀一個搞Facebook的 不是 不是 寫Facebook App是很錯誤的 不止 現在就算是查餐廳都有Facebook Page 我記得有一個餐廳Facebook要外賣 是啊 其實這些 即是早點放工給我去 可能一個年輕的外賣仔 我學完這件事幫你查餐廳做 那你有多些生意 有多些東西很多賺 但是不是的 很多時候叫你做OT、OT、OT和一球 其實就算是政府剛剛現在就說 Family Friendly的Working Company的環境 就是這個類似的 這個我懂得解答 如果從老闆角度 是啊 你Family Friendly 當然有家庭收入 那你OT幾個小時有什麼問題呢 那就Family Friendly 所以完全不鼓勵也沒有這個優勢 如果是時候我真的要問問你 有什麼例子可以參考 或者有什麼方法有什麼良方呢 其實在外國最主要都是用新加坡為例 當然新加坡的市場可能跟香港不同 因為他們加分的優勢很多 但是他有些事情是做得很好 譬如他鼓勵給員工 以前是否曾幾何時試過 ERB是給錢再培訓員工 希望他在培訓的時候有錢收 我發覺開始培訓他們有錢收 已經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其實 如果你培訓他們 用新加坡的角度 其實他會給兩筆錢 一筆錢是給員工 一筆錢是給老闆 而且老闆給員工去簽子 去再培訓的時候 大家中間做了一些合約 就是希望員工再回來公司工作 他因為知道其實僱員再培訓 是一間公司技術提升的必要 即是你必要是甚麼呢 就是老闆也要同意你回去 否則老闆也會問你 究竟為何你不加班 你要去讀書 即使我不當你是加班 要我遷就你一點 你由六點鐘放變五點半放 那半個小時誰給我 老闆一定會這樣問 下一個問題也會問 最好當然不會逼到你成功去取得更有技術 因為你有技術 即是你會跳槽 你有跳槽 即是我要找新人 找新人即是我們再教育一次 即是我找笨 即是你找我笨 不如我們逼你多一兩個小時 搞到你讀不得輸 所以反而老闆本身沒有自己的優勢 令到員工進步 現在雖然這樣說好像很差 即是無量奸商 但是商人本身有兩個不同資源 如果你是一些 可能很高很大的公司 他有一個HR Department 他每年都有很多錢 他做員工賠份沒問題 因為你今年不行的話 我還要花錢出來 我再請多個新人來 等你回來 那整個系統在大公司已經有 但是你看一下鍾小企 剛才說你看外面 或者收聽那些朋友 看回自己的公司 員工一年一年住 老闆也是不想留他 問題就是一來不必有資源留到他 二來就是很難的 我讓你出去讀書 你要回來 那機會成本是誰負責呢 是否真的下年間公司還在呢 老闆也說 我的職位已經沒有了 不然我答應你 也不知道怎樣 但是他就會覺得 這個老闆本身是HR 甚至乎 我不知道你們外面有沒有 可能很多朋友的HR Department 叫做Department只有一個人 我們是有一個HR Department 阿財你過來 他就是全部負責HR 你只有一個這麼小的資源做HR 你有沒有方法可以做到這些員工培訓呢 政府是否需要對整個經濟體系做一些提升呢 這個問題就是 那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老闆是想提升自己的 但是他內閣沒有資源 在政府角度他是想提升那些SME行業 香港好像九成至八成 八成 至少八成至九成是SME 那些SME很可憐 在香港做SME是全世界最慘的工作之外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員工又慘 他會覺得沒有前途 沒有一間公司那麼少人 做Start-up 大佬 是的 很累的嘛 Start-up 還有不如隔壁做MT 即隔壁做MT 人工高的Career Pub也好 那為何過來和你做Start-up呢 我們留人已經很難了 老闆說我想訓練你也很難 我已經賺不到錢 或者賺的錢也不知道賺不賺到 給自己下一年 那你怎樣可以幫你員工再做培訓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人口 人力資源流失 其實在近幾年 都很常見 在不同的機構 其實不要說大機構 超大機構 可能是中型的機構 其實流失是十分之高的 那流失之後 其實一個員工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又是做兩三年 那繼續又做兩三年 有人就這樣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趨勢 就是兩三年做一轉Feel也好 或者做一轉Position 我們由工作結婚 變成由工作拍散拖 但是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的模式 其實對低收入人士 有甚麼影響呢 你自己覺得 其實那個影響 對大學生來說 都覺得沒甚麼 最多是認識一群新的人 Facebook多幾個朋友就算了 但是對那群低收入人士來說 你們在中間的轉變 他們要準備 因為你由一份舊工變成新工 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到的 不知為何 他們雖然在市場上 在低收入人士的時候要開刀 然後又繼續聘請他們 但是他們總會有一至兩個月的失業 那這兩個月的失業 是否人家手庭口庭 我們這些都還可以有少少償錢 捱到一個兩個月 第三個月都不行了 但是人家手庭口庭還有家要養的時候 又怎辦呢 那些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到他們 同一時間 如果他們不單止手庭手庭 其實有些人的薪金是越來越低 越轉越低 跟香港不同 香港我們都說 我們這些大學生是 魚不過糖就不肥 你要做迫科 你要做齊迫科 做齊迫科就很高人工 我們雜游 咦 我有不同交片 每幾年轉一轉 但是低收入人士 轉不同茶餐廳 他不會有贊 不會高了 我做過脆什麼 然後做過尾什麼 會不會勁了呢 又不會 所以去到最後 他都人工一樣 中間還要捱失業的時期 甚至有時候轉得低了 那這些不穩定的情況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問題 甚至你想想 即使他不可以跳離開這個循環 他不能夠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 或者他可以保持不住市場的話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最後就變成了貧重人士 然後又要靠社會的支持 然後大家又會說 你們有懶人 又說做不到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對於一個低收入人士來說 這些轉移的代價相對於其他人大 做一個轉移的時間 無論你是轉工也好 無論你是想進修也好 或者讀完再轉另一份工作好一點來講 其實差不多是沒有這個 承諾力力可言 算是在這個市場裏面 好了 如果說到承諾力力 究竟我們的政府 負負責提高一個人生產競爭力的一個機構 即ERB的情況是怎樣呢 休息回來跟大家探討一下ERB這個機構的一些事項和事情 休息回來再談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回到來扶貧智庫特備節目的第二節 講起這個職業教育 我們怎樣也要提一提一下這個偉大的沽原災培訓局 這個這麼偉大的局在全香港這麼多個分支 也都在培訓很多人 為什麼用培訓要括弧呢 待會大家探討 你令我想起另一些培訓的字 在這個節目上認可 其實相對於職業訓練局VDC 其實ERB製培訓後的授聘率 有時候會被授 incredul 時墨培訓可能許多個保安清潔 或是家務助理 賠優等 不一定有工請 但為何相對於VTC來說 為何ERB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它兩個設定是差不多的 但是VTC有一方面做得很好 其實我上個星期的贊文是說VTC做得很差 但應該這麼說 VTC在Gary上次嘉賓的口中 他講了很多好東西出來 第一件事是他做了很多組織的成立 跟那些行業之間互相緊密接觸 他經常舉了一兩個例子 某部份車行或是某部份水電公司 很大型著名的公司 全部都是VTC alumni 我們承認他是對的 因為我們都說他成功的行業是很成功的 即是他不拿A不去考試 最後就會拿了幾條A回來 但這個是VTC成功的模特兒之一 但ERB本身跟市場的吻合程度不是那麼高 他很多時候是等市場反應多一點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問他培訓了出來 是否有人去上班 或者是否有工給他 有沒有機構給他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何ERB和VTC之間不同 最不同之處 人們這樣被培訓 被培訓的時間 有些知道ERB有些工種 就不是很培訓的情況 不是很市場化的 是不是 這個不是那麼市場化 那一堆人你自己怎麼看 因為ERB不是跟這個市場主導來開工 他是跟勞工署 他也跟勞工署也跟市場 跟勞工署理論上 其實如果他是走VTC的模特兒 應該有些人 其實應該就業率相對地應該高 反而我們經常都覺得大學 大學的人大學生不完業 自己找工作 找不到就失業幾個月 這個大學生不夠好的例子 你看看大專 就是你由Bachelor畢業的就業率 去到Master畢業的就業率 再去到PhD畢業的就業率 你就知道其實是這樣下的 然後PhD就業率 你跟15歲那班 所謂20多%就業的人 即20多%的失業人士 那些都是低級了 我們的就業率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不要多說 不要著數 但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因為ERB課程跟VTC不同 ERB課程跟市場很緊密 你整修水電工的行業 可能你要做的是修理維修汽車 基本飛機維修 我終於問他解決了飛機維修的問題 他說有的總共有人請 因為我們開得不多 那些問題 但他們基本上是 總會有人請 不一定飛機公司請 對 總之請到了 但起碼有些先去飛機公司 對 搞定了所有事情 但另一個說 ERB的行業 其實市場上未必會有這一行 他說賠儀員 但他訓練了一班賠儀員 香港本地僱傭 是領先了市場 他不會說有一個公司在 然後公司會說 好吧 我們拍胸口 你有出來 我們那個行業的工會 總會扭到幾個位置給你 他不是這個模式 他反過來 他是領導的 你看到以前是香港第一次出雇傭 就是ERB去出一些香港的僱傭 終點 那時候市場也沒有這些人 最後他們就傳出去打散 然後打完散工之後 就慢慢形成一間公司 然後那間公司之後 好像不知還在這裡 然後才去找生 然後再找ERB模特兒 他是一個比較政府領導的模特兒 好處是他製造了一些新的行業 製造了新的例子 培育和香港僱傭是曾經成功過的 培育是很成功的 培育是很成功的 現在是反攻大陸的 是的 但是好像香港融工 一下子之後就開始平穩下去了 他有個好處就是這樣 他開新行業 但有個好處就是基本上很容易 糟了我做開僱傭那班 難道我又要讀多一個蔡培育呢 讀完蔡培育之後是否繼續上班 這個他們都是很擔心的事 說到一個情況就是 有人沒有工作 有工作沒有人做 發覺低收入人士 經過這個所謂的職業訓練之後 都是沒有工作 但是有些公司 這些很知識形的公司 永遠都是叫的 我找不合人 我自己也找不合人 我不是通常這些老闆都這樣說 我找不合人 但是真的 說完之後他就來了 你就可以做 經驗是在於會員載職員的 算不算是訓練程度 其實都是令到低收入人士 不是很擔心到知識形經濟裏面的 那個向上流動 其實他應該擔心到的 對 應該反過來 他比VCD好就是他比較活動去做的 但問題就是社會上怎樣配合 或者是反過來 在VTC的問題也是 我們怎樣給意見開一些新課程 其實最好的模特兒是 VTC和ERB 就是一個沒那麼保守策略 每次要拿A的 即是可以做一些創新的東西出來的 有一些就是你創新的時候 就比較安全 你不要每次都這樣創新出來的 即是給一些參加的學員 保護一份工作 所以反而反過來 是不是第三樣的Actor 都重要呢 例如商界 所謂的商界 當然不是那些 關什麼基金的 只剩下幾億個 大家都很關心你 當然不是那一種 反而是你有沒有一些新的 商業模特兒出來 你怎樣想一個商業模特兒 以及我們怎樣可以去 去支持一些新的商業模特兒 香港是一個很反創新的行業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中大也好 廣大也好 經常想一些什麼 某某銀行贊助底下 什麼什麼 Enterprise Business Proposal Competition 有很多個銀行 每間一間銀行都有 每間一間銀行都有 全部都是Business Model 還是Proposal Competition 然後我讀完之後 或者任何畢業出來的學生 我們都跟師弟師妹說 你參加這些好 你大過不會再寫的了 因為香港沒有Business Proposal 因為你只是跟著你老闆做的事 還有如果你在香港 開始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大家都知道Business Model 是這樣想 就是你要慢慢做起它 過了Tipping Point 上很快 然後慢慢帶歐 但是在前面積落那期 成本 機會 被人抄襲 甚至乎可能很多問題 做死你的方法 是很大的 香港要開始一個新的Business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過了五年就神仙了 只要這間公司五年之後不死 死的機會很困難 但是很多開始的Business 在頭五年已經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頭幾年已經不見了人 我有一個比較出名的 是香港有一本書 所以不要說是誰的作者 尤其是有作者回來打我 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 寫了一些比較IT行業的情況 然後就說我們有五個IT少年 去大陸工作 有些在香港工作 聽說好像那本書出了不夠幾年 那本書還在市場上有得賣 但是那五個IT少年都不知只剩下多少個 好像只剩下一兩個 還在做IT行業 有四個已經回去打工 我們在這個Start-up business很難做 想不到新的Business model 這個要撇除這件事 下一個就是 如果要想新行業 如果我們要之前有一個很成功的 培育員 他終於知道發覺怎樣可以請培育員 怎樣可以伺服社會網絡 但是本身那個人是很有資源 而且真的很幸運地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這麼多個老闆 這麼多個Business proposal 的Competition 贏了的這麼多位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開到一間Social Enterprise 而Social Enterprise的存在的成因 是不是就像大家這樣說 那麼容易 可能大家知不知道 Social Enterprise 其實在社會上 在我認識的經濟學上 已經是一個奇跡 所謂的Double Bottom Line 就是他又要有社會的一個道德底線 同一時間 他亦都會有一個經濟上的利益底線 要配合到兩條底線 他這個才是一個成功模特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純粹是一些生意佬的做法 就是你要提高你的成本 就賺得不能夠太盡 你要因爲Cater的另一條Business 你有一些可能做不到要做的事 那你以一間小公司來說 你覺得是有招勻不得眼的 希望都慢慢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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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你還要做多一條Business 那你Business 做得出來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是不是可以做到他們的功效呢 這個在香港很難做到 外國你的租金這麼便宜 沒所謂 香港你怎樣做 是不是一條Double Bottom Line 就是兩條而已 維持到生意上穩定的存在和上升 第二條Business 就是維持到租金上 我們每月都加得起 即是我們Double Bottom Line 已經Double Bottom Line了 Double的Double 我們現在在Double之外再加多一條 你想怎樣 因為我自己的創業經驗 真的要捱租的話是最難的 所以我們已經盡量撇除了捱租這件事 行一個Virtual Business 這樣才可以Cater到 但是如果行Virtual Business 有一個Double Bottom 其實自己賺錢就少 就是不要說自己 可能自己也養不到 可能只養到那個Product 或者養到那個公司 我知道其實這個社會上 還有一些比較有心的人 去拿回ERB的培訓員出來的人 那些人的景況 或者他們做的Business 其實那個模特兒又怎樣 成不成功 我現在要宣傳 下個星期 今個星期六 我們就有個講座 在溫沙工作大廈四樓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拿了成功Business模特兒 他做培訓員 但是我們就會多點問他 其實他之後背後做了些什麼 之前開始的錢 他裏面有些什麼 是必要的方案 我們可能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因為說真的 生意成功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全香港都是 是奇蹟來的 這個已經算是奇蹟來的 我經常都覺得 看到一些書店 從一樓搬到七樓 我便覺得 你們真是奇蹟來的 是 還未死 還可以的 但是他都成功了 我們看看成功的因素 第二件事我們都想知道 就是香港有很多幫助 社交專業的資金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理解 有一個 是否要做 我忘記了是 在HAB下面有一個 做社交專業的資金 你檢查一下他 他永遠是 幫你開始業務 他給你錢 他不介意你虧 虧幾年他都照給你 但是因為他花的公帑 而他管理那群 社交專業的人馬 相對地 他很關心 那些公帑不應該亂花 即是10速的朋友 不知道 他就怕不要亂花公帑 所以 你做社交專業 不要緊 安全一點 有錢賺 慢慢做 穩定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說法不是錯的 但是你看看他 這五年來批出來的東西是甚麼 就是剪頭髮 我試過看到一間很恐怖 剪頭髮也無所謂 他批了一間 七十一是社交專業 然後我說 七十一是社交專業 然後我說 對 大公司不是不可以做社交專業 但是你的創意不需要那麼低 你真是 Fanchise 間七十一出來 都可以申請一個錢 而他真的做到社交專業的感覺 我覺得我真是 真是很有創意 是的 所有人應該申請一下 這個分庭去開七十一 我開一下麥當勞 開一下KFC 那就行了 行業模特兒他們有了 所以我們又發覺 原來香港都頗不支持 被人做社交專業 可能這個已經不單止 出獲了我們這個討論 好像三十會都會說社旗 三十會 他們只不過有三社旗 可能你問他們 你會發覺 你做社旗都頗厲害 為甚麼會這麼厲害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 即是他們做轉的也算是頗厲害 是轉的也厲害 是 還是不要說 是否寫著不得攻擊第三者 我們是不說話的 我之前說完之前 最後一件簡單的探討 這幾年ERB旗下 即是BITERB來做社福機構 其實越開越大 越開越多 開的位置又越厲害 我看到有一個社福機構 也不知道是不是社福機構 其實開到地步 就是由一間村 由一個村地下的街鋪 開到一個酒店整層 我以為你下一個問題 我是否真的狠葡萄 為甚麼我狠葡萄 他由這個變成一個酒店 是呀 為甚麼玩桌 為甚麼我由酒店 我真的狠葡萄 當然做這個課程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在越東是學生還是有 學生捉 學生捉的原因 因為社會的市場越來越窄 你看到的 你樓下 我都在想 大家居住環境的 下面的茶餐廳 開始越來越無 那些人變成失業人士 你也要有事做一下 有些細危的就下了冠菜培訓 這因此學生的生源是很舊的 他由小公司變成大公司 就是訓練機構 是很正常的事 但這個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們會否保證出路 或者他有沒有給了 偶爾希望一些學生 這是我們經常都很害怕的 這也是為甚麼VTC 他們經常覺得 一定要做10A學生 或者5A不做的原因 是說他怕會給年青人 你制裁的虛假期望 年青人會崩潰 我就說OK 年青人崩潰 ERB製造的那些 低收益 低收益 他們不崩潰 是甚麼意思 他說我們這些 人家的失業 是比年青人失業更恐怖 我們失業 我們還說我們還有一點青春 甚麼都沒有 我們可以賣青春 所以這個說法 我正在說出賣勞力 你不會有其他事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但問題是那群40多中年人士 他們其實之前工作是穩定的 即使他們打散也好 他們都知道他們的行業發生甚麼事 我還懂得沖泥茶 我還懂得甚麼 但突然間他進去 沒有了這個行業 或者行業消失得很快的時候 他固然再回分 出來 他完全發現 拿不回之前的成功經驗 而且他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們雖然政府經常在推銷 中年和青年都一樣要請 但其實他都知道 社會上他這樣推銷 即是本身有少少的問題 他們就會完全很失敗 那麼這個Foxo究竟怎樣去支援 所以其實如果是一些比較 我們在葡萄的機構 他們由小公司的訓練機構做大公司 不如你賺到少少的錢 做一些新的商業模特兒 我覺得就是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新的社會企業出來 我沒有記錯 前幾天我見過有一個 那個不是政黨來的 他有議員的 是的 他是政黨來的 他有一個 今年有一個 他就做了一個 按腳的社福機構 是的 那我就覺得那個是可以的 你除了要想他怎樣去做事的時候 怎樣去訓練人的時候 你都真的要想商業模特兒 他們那些學生不是想讀書 他不是那些年輕人 讀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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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失業 然後他們那些中年人士 他們真的想找一口吃 那找一頓眼仔的時候 你除了要想怎樣去訓練他們出來 找到ERB的資料 找到學生拿到課程的課程之外 你也要想想一下 可不可以開一些新的模特兒 既然你們已經有資源了 他們已經有資源了 可不可以用他們分出來的資源去運行一間社交企業 盡量請一些人 試一個新的商業模特兒 去嘗試創一個新的行業 好像培育員一樣 雖然我不知道 現在這個世界要有培育員 但是這個培育員真的可以的 真的在這幾年很實施 我亦看到很多朋友剛剛有了那些 他已經開始在記錄他生了之後的培育員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是香港最缺少的東西 可能不單止是大公司缺少創意 是連中小企和社交企業都缺少創意 那間政黨都有開補習社 是的 那間補習社應該是給我們 這個職業與扶貧2這個談論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詳情就可以上扶貧置庫的網站 以及上Roundtable的網站 是不是要在這裡進去 這個由我們的技術順帶 稍後再加進去 首先感謝Jacky上來跟我們分享這件事 下一集由Peter去主港 下一集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和下載隨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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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